大家好 我是阿富汗哟 今天我們要來做就位的治愈果汁 本來呢 我很天真的想說 這看起來沒有很難嘛 我們來做做看真的 哈密瓜麵包也就是剝麵包好了 支持證明 不要把剁麵包想這麼簡單 剁麵包真的太難了 為什麼麵包沒有出懶人包呢 我想真的是因為它這個發酵的過程 太容易失敗了 因為一般真的麵包在製作的時候 會需要把麵粉揉起來 因為你麵粉裡面還要加像奶油啊 糖等等 揉完之後還要等它發酵 發酵完之後呢 還要再揉 揉完呢 切完還要再發酵 我印象中 我也忘記哪裡失敗了 反正就是到最後再烤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跟你想說不太一樣喔 那我們今天呢 還是先從基礎飯開始 那這一款治愈果汁呢 就是來開麵包店啦 他說味道是Sokuri-san 就是味道是做的很像很接近 到底有沒有很接近 就讓我今天來一站就近 但我想說一個覺得很好奇的 大家有想過嗎 哈密瓜麵包裡面有哈密瓜嗎 哈密瓜麵包呢 好像是因為它上面有那個網狀 有那個格子 所以才叫它哈密瓜麵包 可是實際上好像裡面是沒有哈密瓜麵包 我就跟鳳梨酥裡面是沒有鳳梨是一樣的意思 雖然現在真的有人在哈密瓜麵包裡面放哈密瓜 因為現在很多波羅麵包裡面是有包餡料的 那我們一樣就跟著步驟開始做吧 麵包店的墊子 負責了流成汁的杯子 OK 我們現在拆解完成 我真的真的覺得 治癒果子裡面啊 最難最難就是拆解這個盒子 因為這個撿不好啊 我覺得就很容易會受傷 它為什麼不能像我們在做模型一樣 做一個藉口 可以這樣一把就開的呢 就是要哪會撿得很醜 要不然就是會撿破啊 這好驚耶這個 準備好了它的底盤嘛 杯子也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從 欸要從草莓開始欸 因為草莓果凍需要成型的時間 我們要先讓草莓果凍成型 再加兩杯的水 一杯 兩杯的水 粉全部倒進去 旁邊的小草莓真的是做的蠻可愛的 攪拌均勻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填入旁邊的這個小格子裡了 它應該就會變成草莓的形狀 會不會可能會有這個葉子的形狀嗎 就是有點搶點鎖男的 然後試著想要把它填進葉子的地方 發現好像是不應該這樣搶在鎖男 嗯 那果凍的味道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做麵包團啦 那我們加入四杯的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因為做好我們的麵包應該就會變得很難吃才對 大家看起來步驟又如此的簡單 到底可不可以做成白白胖胖的熊的臉的麵包呢 嗯 嗯 我覺得太乾啦 反倒是啊 但根據我以前的歷經驗 我再加水應該會突然吃 我再給他一點時間 可以看得到這個麵包裡面的糖 真的是加了不少 好甜喔 差不多壓緊之後就可以把它捏成一團 嗯 啊 我不應該一直使用 不應該 為什麼我閃了整個桌上都是吃啊 跟頭片長得太像 啊 啊 這太乾啦 沒事沒事 這個通常再加水一定會太濕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加水 不行 揉好之後呢 就要把它分成三個麵團啦 分別是要做波羅麵包 熊的麵包 跟一個 算是草莓麵包嗎 IJIKO DENISHU的麵包 這樣子我真的還蠻像麵團耶 在我們的顏色有點詭異就是 啊 全賣麵包啦 為什麼要在鏡頭上做很新 啊 啊 不說它是什麼了 我希望等一下烤完它不是這樣 讓我想到我們某一次 烤肉餅乾 好像也烤出個什麼 很可怕的東西一樣 分成三團 而且它的圖片好圓喔 為什麼我的這麼不圓啊 每次覺得我想要認真的時候 就會出感情 怎麼看就覺得不太多啊 沒關係 你就這樣吧 分成三團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它的麵包底 喔 那個IJIKO DENISHU 為什麼這麼像 鍋體啊 你們看到它的K啊 這麼像鍋體 要做出一個漂亮的熊 那這邊它有註點說 我們要用手 它壓緊 因為沒有壓緊它的臉 就會不會烤得很漂亮了吧 對不對 為什麼壓完之後 它的臉 這樣子烤出來一定會歪啊 然後決定要重練 我覺得我遇到了 學生最困難的一次 治癒果子 太容易變形了吧 這有沒有這麼難啊 我有預感 這個麵包烤出來一定跟我想要做的不太一樣 聽黑油命了 這一隻熊 我覺得我越來越不想面對這個麵包了 我已經有預感它會失敗了 完成了兩個麵包皮之後呢 接著它來做的就是 哈密瓜麵包上面的那一層酥皮 它也需要一杯的水 它也需要一杯的水 可以 混ぜ混ぜ 大家有耳朵感受到嗎 這就是 這就是 治癒果子的 哈密瓜麵包皮 漂亮的 哈密瓜麵包皮呢 推開 快完成了快完成了 包到 麵糰上 嗯哼 滿有那麼一回事的耶 欸這真的是 很簡單耶 然後我看 有的做法是 就把它鋪上去而已 可是有的 日本的做法 他們會把外面的這一層啊 再拉開一點 裹到 就是跟下半部 做什麼這樣整個啊 就會有更酥脆的口感 就跟每個人喜歡的樣子吧 這邊就是要畫出 菱形的格紋 不能畫得很正 我們要故意畫菱形 菱形的才是 哈密瓜麵包喔 真的是 滿厲害的 這樣子 滿有feel的耶 有吧 我們就不要在意這麼多了吧 欸真的不錯耶 那我們接著呢 就是把麵糰 放進去烤之後 再來裝飾 它上面的草莓 還有卡士達醬 微波 剛剛去微波的時候有點緊 他覺得微波爐又只有寫 中火小火強火這一些嘛 那每一台微波爐的功率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然後根據我們盒子上面的做法呢 他說500瓦是40秒 600瓦是大約30秒 輕依你的機種不同的加熱狀況去調整 微波一轉 然後我就看到我的麵糰這樣 砰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波喵 有到嗎 這邊有點像餅乾 有點硬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這個應該不是麵糰 現在應該是塔的感覺 腫毛是以熊 這個熊的臉 來人家啊 你看看 這邊真的很難 嘴巴的地方 還有眼睛的地方 還有耳朵的地方 各種高難度 不然就是它的麵糰可能再多一點 然後這樣壓的時候才可以壓得漂亮 很難拿捏它的麵糰的水分 以及它的量 再來我們的美龍胖 其實美龍胖 視覺上真的很美龍胖耶 波羅麵包 不是在開玩笑的耶 真的好像喔 迷你版的 我們平常呢 做一個波羅麵包的單元 需要耗時4到5個小時 我們現在只要叮30秒 就可以做出一個美龍胖 真的很強耶 再來我們要裝飾它了 先剪一條線 再來要說我們要加一杯水進去 然後要把它攪拌均勻 之後就可以擠出來用了 真的很神耶 剛剛那還是粉末 現在把水加進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 鏡頭上 現在這個質地 整個就是 紅豆餅裡面的那個奶油 卡士達醬就長這樣耶 很神耶 不過這一定要攪拌均勻 不然你就可能會吃到粉末狀的 攪拌均勻之後呢 這邊有一角 我們把它剪 下來 就可以來裝飾熊 以及這個 好美麵包喔 唉唷 可以喔 再來 先幫它畫眼睛 畫龍點睛 畫熊也要點睛 上面有點歪 唉唷 我覺得很可以耶 唉唷 唉唷 還行吧這個臉 我覺得很可以耶 那最後就是草莓的部分啊 草莓完美變成了草莓了 我們要把它放在我們的奶油 蛤 笨什麼鳥人來做會有點辛苦 唉唷 最後還有我們的柳橙汁 唉唷 唉唷 還有泡沫耶 那上次的可樂一樣厲害耶 我真的覺得科學真的是太厲害了 近期有一部動畫叫做新實際 就有講到好多科學的東西 科學的力量 以上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麵包店 鏡頭上好可愛唷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橘角是什麼 orange juice喔 你來喝一口看看 這是橘汁汽水耶 這不是orange juice耶 一口乾的就沒了 我忍住了還有半杯 那我們來吃一下小熊 不知道我覺得它現在應該是小熊餅乾啦 這跟之前的漢堡有什麼不一樣 要微波完然後是麵包的口感 我根本覺得很難耶 接著是這個 啊 我感覺到它的堅硬 變cookie的啊 我原本的想像它可能就是一個什麼 草莓奶油塔之類的 最後是這個 哈密瓜麵包 好像快硬了 好像快硬了 喔不過外面這一圈 這一層酥皮嗎 就是在日本吃的美濃胖 他們的薄麵包外面 大概真的就是這個味道耶 喔 我裡面的麵團不行 太硬了 是微波太久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日本 吃過他們的薄麵包 就它除了外面有一層 像酥皮的脆脆的東西以外呢 他們其實還會有刷砂糖跟奶油 外層就是吃起來就是甜甜 然後酥酥脆脆的這樣 嗯 它味道真的很像 但我裡面的麵包不像 這個裡面做的最好的 就是這個美濃胖的外皮耶 太神了吧 人家做的真的好漂亮 這個 我現在突然發現了一個注意事項 在盒子的側邊這邊寫著 如果呢它是會有個盤子會旋轉的那一種 請把它們放在兩側 如果它是不會旋轉的再放在正中間 然後我剛剛呢就是把會旋轉的放在正中間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我的麵包變得好奇怪 真的好硬喔 剛剛剛剛是餅乾耶 好脆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治癒果汁麵包 期待一下明年還會有什麼樣新的治癒果汁吧 果然治癒果汁做成鹹食 起碼味道是合理的 因為它如果做成鹹食 真的會沒辦法接受嗎 希望大家會療癒的感覺啦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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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傳統的傳統 也要拍攝 喔 然後這幾個字幕 也要拍攝 還會拍攝 喔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